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明傑 今集想和大家主要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羅冠聰等人 包括周永康 羅冠聰 張君楊那些 急急與金主割席 金主就是文潔昨天所說的金主李亨利 李亨利就是篤灰 打了幾個人就是他的馬仔 錢都落了他們的袋子 有幾個人 包括剛才說的三個 還有黃之鋒 這三個人 羅冠聰 張君楊和周永康就急急割席 但他們漏了一個人 沒有幫他割席 沒有幫他割席 是誰呢 就是黃之鋒 慘了 他連割席的機會都沒有 他什麼事情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應該要吃光所有的罪行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待會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接下來跟大家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香港的記者協會居然好像疑似幫黎智英 然後罵我們的一哥鄧炳強 到底是什麼事呢 待會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然後再跟大家講 今天會有些事情發生 就是黎智英案 他在四宗案件會出庭 並且一些違反國安法和欺詐罪案 也在今天會提訊 我在這裡會講少量 因為獨錄影之前 這些時間得到的資訊也沒有非常多 所以在其他影片會跟大家講 明天文潔也會請黎智英來講案件的判決判詞 或者裡面的一些 資訊也會跟大家講解釋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當然要講解 佔中 反修例暴動的一群反中亂港的幕後金主李亨利 然後就篤灰 篤灰了羅冠聰 張君楊 周永康 黃之鋒出來 然後張君楊 羅冠聰 周永康亦出來說話 就說我不認識李亨利 同一時間就說不用他幫忙都可以看到正義 事實上是不是呢 和他們怎樣說呢 解解一下 羅冠聰就說他自己不認識李亨利 過去外訪的機票費用 要是自資 要是主辦方出資 在外國任何人的照顧都不涉及到金錢 問題現在不是外國的照顧 現在是香港的照顧 他在香港照顧你出去 他繼續說 原來見外國政要根本不需要任何中間人的推薦 形容這種做法 什麼好中共的邏輯 我稍後跟大家拆解一下 他說幻想他們是一群沒有網絡沒有聯繫沒有能力的棋子 不用幻想 你們是 所做的事全部都是上級委託 你幹什麼自己鬼拍後尾枕 連安排會面都要是中間人才成事 為什麼你自己說了這些東西出來 繼續說了 他自己見過時任的美國國務卿 肥貝奧 還有英國內政部大臣彭代琳 和多名駐英大使都不需要經過所謂的中間人安排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直屬了 那需要中間人嗎 我猜而已 猜不需要死的 只是猜而已 但是 是不是真的沒有中間人安排 我記得當時有一群人去外國去見一些政要官員的時候 主要有兩個人帶隊 一男一女 沒錯 一個就是李柱銘 一個就是陳方安生 我想說不幫安心 真是氣死人 為什麼要他倆帶著呢 因為他倆認識了很多外國的政治人物 要他們帶著才可以看到這麼高層的人物去聊天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人帶著呢 我會再講解 再看看張君陽和周永康怎麼說 張君陽就說不懂李亨利的過去 即是他去過英美德澳 游說過很多不同的人 政治人物 但他就說他不需要依賴其他人的金錢支援 而出席白宮的會議 美國副總統辦公室和國務院高級幕僚 會面的時候也都只需要透過正常的申請 都不可能涉及到巨額金錢 記住一件事 他就說不需要其他人的資金 即是金錢支援 他說不需要其他人 他沒有說不需要李亨利 大家要留意一下他們所寫的文字 其實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拆解 他說不懂李亨利 但他說不需要依賴其他人的金錢支援 不懂李亨利 但會不會懂楊某某 然後楊某某給錢給他 他就可以不懂李亨利 然後又可以拿到李亨利的錢 是不是 很簡單的一個推論 他說不需要巨額金錢 當然每一個人對巨額金錢 是定義不同的 他這樣也可圈可點 他可能覺得這些是很細額金錢 沒有關係到大額所以他覺得沒什麼所謂 亦都不成立 這樣也不奇怪 周永康怎麼說 他就說不懂李亨利 跟楊某某也不太熟 只是跟李亨利 2015年的夏天 在鑽石山地點站被人拍照 說見過面幾分鐘而已 沒事的 跟他不認識 又說跟他不認識 又說跟他見過面 如果你不認識他的話 你記不記得跟他見過面 有時候 在地鐵站 有人 我當是這樣的 有銷售我講話 我當是銷售我講話 我不認識他 我不會記得 什麼時候有銷售我講話 什麼時候有人在地鐵站 你買這個 這個產品正 吃完你又英俊瀟灑 這個產品厲害 吃完會變成河童 不用了 你會不會記得 幾年前 2015年夏天 6年前的某一天 然後在地鐵站 走過一間店舖 跟一個職員說過任何話 你記不記得 不記得 那為什麼他記得 他印象深刻 跟他有一個認識 他知道他是哪一個人 剛才說到 他們 我講了一些例子 是真的要別人帶著 包括 陳幫生 李柱銘 帶著他們才可以看到 某一些政界人物 也帶了不少人去見 是不是真的要別人帶著才看到 我講第二個例子 那個例子叫做 鍾漢林 大家記不記得 他們打算衝去美領館 又說 通過一個正常的安排 又叫 Stand with Hong Kong 那些人 跑去幫他安排 搞很多事情 然後又說 幫你聯繫到美領館 你們到時就衝進去 誰知道有一個人叫鍾漢林 打算早點進去 誰知道不能進去 就被人抓了 然後有幾個人打算衝進去美國領事館 衝進去之後就被人裝走了 第一次衝不到 第二次衝進去 然後被人扔出來 這些 美領館不是很大的 比起你那些什麼副總統辦公室 給你那些什麼高級幕僚會面 然後再比起他們那些什麼肥貝奧 內政大臣彭黛玲 喂 領事館的領事其實不是十分之高職位 起碼高不過這些人 都看不到 要把他們扔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透過正常的程序 就可以看到 看到這些人呢 很明顯是不行的 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英國美國的人 你問一下英國美國的人 可不可以從正常的途徑申請去見他們 不用申請 還不是申請很久 一頭兩個月你就要見到肥貝奧 彭代寧 或者國務卿的時任國務卿 布林肯那些 你可以申請一頭半個月見到他 我當你申請一年 給你一年時間 你可以申請一年 然後見到他 不要 一年太久了 我給你六年時間 為什麼選六年 因為剛才他們六年前 所說的東西 見過誰都記得 我就選六年 我給你六年時間申請 你可不可以申請到 我去美國的白宮見幕僚長 見幕僚 見副總統 見肥貝奧 見彭代寧 英國的這個 見彭代寧 行不行 真的行不行 真的行不行的話 你告訴我 我立刻申請 我申請完之後 我用中文粗口罵他們 也好 是不是 我認真的 如果可以的 你告訴我 你教我申請 好嗎 怎樣申請 你就告訴我 他說用正常途徑申請 如果正常途徑 正常人申請不到 只有他們申請到的話 這就不是正常途徑 即是說他們 再說謊 可能全個報道 他們所說的都是謊 都未頂 拆解完他們的謊 之後 大家記不記得我 說漏了一個人 沒錯 就是黃之鋒 黃之鋒做什麼事 一句話都沒有出過 他的小編在哪裡 平時有什麼特別大件事 他的小編一定會幫他說話 現在說到人家直接資助你 你收受國外的資金 你今次現在刺你灰 你國安法就坐硬了 你會死的 坐到中佬坐到死 這樣死而已 他沒什麼 希望他身體健康 你這樣坐法會死的 如果是 平常的時間 如果他受到任何的委屈 他覺得不對的事情 他九秒九衝出來 九秒九衝出來 叫小編打一兩件事 昨天爆發 昨天爆發的話 應該今天就有人會探到他 應該今天 前天爆 應該昨天寫到 今天應該出到 但今天也沒有 黃之鋒最新的一個 Facebook post 就說 很掛念大家 很掛念你們 啊 沒有了 完了 完了 沒有了 還有就是叫人給錢去 獄中書簡 沒有了 給錢去Patreon 沒有了 就是講那麼多 所以 黃之鋒會不會 不知道他們 都反了 豬肚不認人 相信黃之鋒不知道 相信黃之鋒也在想 到底怎麼做 我大佬 他的幕後金主 都被人拘捕 還要拘捕自己出來 央視都拿出來 播放 當作節目這樣做 播放一些東西出來 他們怎麼辦 黃之鋒怎麼辦 我相信他爭了爆頭 當然以他的智慧當然爭不了頭 他想問他老爸 問他媽媽都問不到 因為別人在澳洲 怎麼辦呢 坐到十年二十年之後你就自由了 或者會自由 可能終身監禁也不明白 那你就坐到下一輩子就自由了 也是好事 講完這件事之後 我想再講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關於我們的一哥鄧炳強 我們一哥鄧炳強在沉夜的時間 出席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動的時候 沒有點名的批評 但沒有點名的批評 都知道是批評哪一個機構 應該是很多坊間 都以傳一傳媒集團 即是蘋果日報 他就說香港警方已經 發出了超過100封的投訴訊 和澄清信給傳媒 大舉批評 就是一傳媒誤導 和考作 然後香港記者協會 在昨晚發聲明 罵一哥 譴責一哥 他那些投訴訊的內容 總之說一哥很多東西 建議警方去報業 評議會投訴 交給專業的審查 但問題是你們這些記者也不是專業 你們這些人也不是專業 沒有訓練過 什麼資尊教育學院又做得記者 13歲又做得記者 所以 大家知不知道香港記者協會是被人撕了柴 還有什麼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也是被人撕了柴 他們未來日子裡面 選委是沒有票的 以前是有的 這個組織應該是有了道的 但是現在是沒有了 所以記協就叫鄧炳強署長說 收回你那天的言論 因為那天他也是 講話 應該是劍指阿麗的 說什麼呢阿麗 老麗 老麗 他不斷地說他 創立傳媒的創辦人 其實不怕你是什麼身份的人 不怕你是 哪些身份 什麼人在你背後 總之你違反國安法 你做一些人的代理人 大家也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傳媒 亦都知道亦揭發過 老麗就是美國那邊CIA的代理人 所以一哥鄧炳強亦都說出來了 我不管你是什麼身份 什麼代理人也好 傳媒大亨也好 有錢人也好 總之你犯法的話 就會窮一生的精力 去把你承之於法 拉你回來 繼續 記者協會就說 上述對傳媒的指控 沒有任何證據 停止抹黑傳媒 不要在傷口上面撒鹽 怎樣 事前又說什麼停止 踐踏和傷害新聞界 你們那些經常做假新聞那些 你有沒有出來說過任何東西 沒有啊 全部都是fake news的時候 全部假的時候 你有沒有 譴責過你們的同僚 沒有啊 那怎麼樣 你們這些記者協會 是否保護主義 記者協會 譴責死了在哪裡 當時 美國 英國 那些 就是禁星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譴責過英美 自由民主呢 去了哪裡 是不是只有自由民主 只可以讓你們譴責我們香港這個地方 而不是 去其他地方 所以這個記者協會 是不是 只是針對我們香港 根本 根本這個記者協會 不需要存在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記者協會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 私營協會 而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協會 相信未來之內 他都應該很快會不存在 也都沒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OK 第三樣東西 想說一下黎智英 黎智英 現在差了三歲 他在今天的時間 會有兩宗案 宣判 四條罪名 即是幾條罪名 總之有幾條案件更新 很糟糕 四條案件更新 不只四條罪名 四條案件更新 就是818流水式的非法集結和組織非法集結 接著就說 黎智英 跟其他幾個被告 李卓人 吳可兒 梁國雄 何秀蘭 何俊仁 李柱銘 就是判罪成功成立的 罪名成立的 所以 連同兩個認罪的 梁耀忠 就會在今天 聽取求情和判決 應該要在下午到幾下的時間 即是超過文杰錄影這個時間 才會播放出來 才會知道結果 所以大家等一等 下一集 文杰會告訴大家 還有會再分析一下 當然明天 下午三點鐘的直播 就會找文黎sir一起說一說 前保安局局長說這些 精彩不過 我還會找李sir說什麼 希望李sir不要看這段影片 我一定會問他 李亨利那些事情 我會幫大家問他 李sir 你知道也不要緊 你也多說一些 我知道你近期也有看文杰的影片 看文杰有沒有亂說話 另外就是黎智英 李卓人 和楊森 涉及到 2019年8月31日 港島區非法集結的罪 亦都是在今天的一些時間 會再進行一個判決 基本上就是 上面兩宗未經批准集結案 主審的法官都是胡雅文 他表示會一併將這兩宗的案件 一起去判決 而每宗的案件 每條罪 其實最高的判刑就是 五年 今天就會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舉行 除了這兩件案件 還有其他關於黎智英的案件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就是黎智英在2020年7月1日至12月1日期間 請求 請求外國的一些境外勢力 總之就是對我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進行制裁 封縮 或者其他敵對的行動 這個罪名就是國安法的罪名 勾結外國勢力 也是在今天會審 還有一條罪名就是 被控欺詐罪都會在今天時間審 欺詐罪是什麼呢 就是黎智英和壹傳媒集團的高層串謀 欺詐香港科技員公司 隱瞞位於將軍澳的工業村 壹傳媒帶樓的廠房 作出一些 不同的用途 就是講這幾件事 暫時 文杰錄影這段時間 還未有消息 如果時間許可 我會盡快 拍多些東西給大家知道 盡快和大家分析一下 一些最新的消息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明天大約三點半鐘左右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